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是男的 因为数学很难 好吧 所以数学不会是女的 因为数学不会很女 数学是个爷们 所以数学也不是很娘 好吧 数字 你在大学长是不是数学系的 好像是 数字四的情人是谁 是二 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因为四对二说 我除了你还是你 四除以二还是二 我除了你还是你 那二对一也可以这样说 二除了一不是还是一吗 二除了一是二 二除了一是二 我怎么了 我难怪 对不起 好 所以这真的只有四对二 我相信我相信数学系人一定 好 所以四对二 四的情人是二 这蛮不错的 数学家跟理想女 数学家的理想女生类型是什么 答案是脸上长满痘痘的女生 因为他们都喜欢跟小数点打交道 因为你脸上痘痘就叫小数点 我学到数学我学到五里数这些我就全垮了 开根号啊五里数啊 我觉得说我就算算出答案来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这样 然后我很讨厌小数点以后的数字 小数点越长的数字我就越讨厌 所以我一学到那个我就没办法 我数学学的最好的是排列组合 我觉得才真的是动脑筋 其他的全部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我这辈子就没碰到一个根号二 站在路上拦着我 所以我不认为我学根号有任何用处 然后那学几何我更讨厌 学几何显然需要第三只眼睛 你们很多 我这很多同学 包括你们很多人很厉害 都知道那辅助线在哪里 我永远看不到辅助线 好 这三一校校 相位大学部的学长采集 他是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 所以他喜欢二 你假如是二年级的他就会很喜欢你 跟数字或数学有关 自身觉得本身跟他修习专业有关 对 我上次讲过 我有那种数学系学生 学习报告就写一个数学里面的笑话 写得很长啊 本人一个都没懂过 连这个什么四的情人是谁 这么简单他都没写到 我相信这一定有难度 给他三个笑话 而且都跟数字跟数学有关 我自身觉得可能和他修习的专业有关 而且在数学系这个圈子里 大家都学习数学的 这句话是同于反复 不需要讲了 数学系的圈子里面 大家都不学习数学 这就奇怪了 我只是好奇数学系的人 会不会去买乐透奖 应该不会 可是经济系人会 我以前有个邻居是经济系的 他就有一天福智心灵的算了期望子 决定我们在纽约要去大西洋城赌 到大西洋城一定可以赚一堆钱回来 只要我们的资本额够大的 于是呢 那穷学生就凑了两百块美金 那时候资本额算很大 然后大家输了一屁股回来 回来以后他还不认错 他说我的公司一定不会有错 只是我们的资本额太爽 也许我们下次该找两千块美金当资本 结果没有人理他 也因为这样 我们只输了两百块钱 如果再相信你就要输两千块钱 好 很多有关数学的笑话 我本身 我想本身专业跟数学有关 听见这笑话觉得很有趣 不是专业人听的也很有趣啊 不是吗 此外这三个笑话都能以问答的方式进行 所以听笑话者需要进入外观思考 才能回答 或者说不知道 这样一个推理方式 跟数学系学生解答方式很像 好 受访者我的母亲 哇 听起来像是作文题目 有一天在国小二年级班级上课的时候 我的妈妈在解释一篇课文之后 你妈妈是老师嘛 应该是这样 便向小朋友提出有关课文的内容 这好像现在叫披萨 要考虑你的那个 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叫披萨 所以以后大家去吃披萨 都会考你 不是你考披萨 这是个笑话 好吧 有点的 好 它就有关内容 那有哪一位小朋友是站在老师这边的 他的意思是谁 支持或赞同他的意见 结果一位小男生便突然从座位中站了起来 静止走向我妈的身边 我妈觉得很奇怪 问她为什么走出来 那小朋友回答说 老师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让我妈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这大概要现场发现才会比较有趣 就像你学英文 学英文要请人家帮忙 说Please give me a hand 如果你就讲完这 Please give me a hand 那人就拿刀剁下自己的手给你 这绝对不是很好笑的事情 他最近听到笑话 幼稚园里的老师发现小朋友很喜欢做鬼脸 于是想办法让他们改掉这个习惯 是这样子 我还会来个鬼脸大赛 反正万圣节看谁做鬼脸最可怕 鬼脸还能怎么做呢 我觉得鬼脸的做法全部都是 都是可以有物理限制这样 我们小时候的鬼脸就把嘴巴拉大 把眼睛拉长 然后伸出舌头 这不是鬼脸了吗 还能怎样 老师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亲切告诉他说 孩子们 在我小时候我也曾经对别人做出难看的鬼脸 我的外婆告诉他说 如果你把脸弄得那么难看 你长大也会那个样子 这时候一个孩子大声地说 哦 那你那时候一定没有听话了吧 这跟恐龙一样 感应非常快 这种小孩大概活不过太久 就会在学校遭到霸凌系统的围剿 老师看到小朋友抓了一窝蟋蟀 为了教导小朋友爱护动物的道德观念 那个老师劝告小朋友说 赶快放了他吧 不然他妈妈找不到他会很伤心的 小朋友说 老师你放心好 我连他爸爸他妈妈 他爷爷他奶奶都抓来了 所以一家和乐 哎 这小朋友真的是 好 他的分析 我的母亲是一位小学老师 经常放学回来都会分享一些 在学校和课堂上跟小朋友互动的时候 发生的一切有趣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你妈妈分享 在爱情社会 在这个幽默社会学上 听到的好笑的笑话 我个人觉得笑话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教这堂课 我的笑话反而非常少 这是我个人非常 非常非常惭愧的地方 天真帅直的小朋友 同言同语都是很真诚的 因为他们对事情一知半解 还有纯真的念头 或者应该反过来讲 因为我们大人世界太复杂了 所以人家的纯真的 本来没什么那么好笑的 是因为我们的复杂 我们忽然间 看到了自己的这种愚蠢 好所以呢 他们这样天真 跟纯真的念头 常常说出来话 或者行为 让我们觉得有好气有好笑 我想妈妈会喜欢这样的笑话 跟她的职业有关 对于一些有关老师跟朋友 或是家长跟小朋友的笑话 觉得特别有共鸣 加上她自己也常常遇到此类状况 这分析分析的不错 好 第三个受访者是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说 一 有一天 小明 小黑 小亮 呦 这三个名字有意思 还好不是 小日 小月 小宫 三个人去公园 三个人突然看见一块很像便便的东西 小明走近一看 看起来像便便 小黑走近一闻 闻起来像便便 小亮走进去搓一搓说 吃起来像便便 三个人被向对方说到 原来这就是便便 大家千万不要踩到他哦 你高中同学讲了 这比较像你妈妈的学生讲 第二个笑话 富翁想要娶老婆有三个人选 富翁给了三个女孩 各一千块钱 请她们将房间装满一样东西 第一个女孩买了很多棉花 装满了房间的一半 第二个女孩买了很多气球 装满了房间的四分之三 第三个女孩买了很多蜡烛 让光线充满整个房间 最终富翁选择了胸部最大的那位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把握客户真实的需求 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我在一本叫管理学的 新的笑话里面看到过 一模一样的 好反正他就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 人家的想法就是那样 一个小朋友给一个富翁叔叔 你为什么这么有钱 富翁摸摸摸 你这个打错了摸摸小朋友的头说 小时候我爸给我一个苹果 我卖掉它以后就有两颗苹果 后来我又赚到四颗苹果 小朋友若有所思的说 叔叔我好像懂了 富翁回答你懂你的头了 我爸爸后来死了 我继续他的家产 这个笑话说的是 不要痴迷于从阅读成功人士的传记 从中寻找经验 这些书大部分经过精致的包装 很多重要的事是不告诉你 真的真的 我一定要呼应这个事情 尤其社会上那些成功 名人成功的故事 他都把最重要的那一手遮起来 譬如说怎么样贿赂官员 他一定没告诉你 怎么样那个他的太太帮助他 没告诉你 他的哥哥怎么样在他帮助他 没告诉你 他可以第一次事业垮了 然后还能东山再起 是谁帮了他 他都没告诉你 他告诉你就说 因为我的勤奋 因为我的努力 因为我的天才 所以我有今天 这全是谎话 我非常非常强调这个 尤其台湾社会上的某些人 我有朋友 资讯非常流通 他就告诉我说 你还相信谁谁谁是什么吗 我说不是吗 他说要是没有他的谁谁谁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 就非常尖锐地戳破了这个 我对那个人的幻想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我是很好骗的 所以最后才要教大骗社会学 就是这样 我实在太好骗了 好不要痴迷阅读 好例如 比尔盖茲的书 不会告诉你 他母亲是IBM董事 他是他给儿子促成的 第一笔大单的生意 对啊 这些人很少真的是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 特别是美国人的意识形态 他这样强调你才会这样做 这都是有钱人用来骗这些 没有钱的人 或者骗中产阶级 比如说你可以做得到 我做得到 你也可以做得到 然后你真的做得到 就再帮他做 你赚的钱都是他赚的钱 小小分析 第一则笑话我当时听了也笑 可能是同财的关系吧 就是便便的问题 也可能你们两个的程度没太高 大学生还讲便便笑话 所以对这笑话的笑点通常很类似 后两则带有预言的笑话类型 这两个通常跟管理科学的人的笑话有关 跟他的性格有关 他常常会在我们朋友之间扮演聆听者 还有开导者角色 通常会使用一个比喻或小故事来安慰我们 所以后两个带点嘲讽跟预言的笑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蛮有意思 最后是他的 这同学非常的认真 他说近期内我觉得很好笑的三个笑话 显然他在近期外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A跟C谁比较高 答案答案是C 因为ABCD ABCD 在科技发达的时代 谁连一架手提电话也没有 什么叫手提电话 答案是天一 天一无缝 缝 缝 OK 天一无缝 为熊猫贵为国宝级动物 他还是有一个心愿 这很老的笑话 他希望能照一张彩色照片 好 我自己是很爱热闹 常常会主办活动的时候负责主持的人 所以常在聚会里觉得很好笑的笑话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听 或者想要炒热气氛 所以一些无厘头的 或想让人家觉得无言可以有点好笑的笑话 是我常常会去注意的笑话类型 因为我可以利用笑话 缓和活动进行时的气氛 很好 这笑话的一些主要功能 你都抓到 好 这个人 在做作业之前 还要写 写在前头 作业还要有一个写在前头 提醒我一下 好 真正的访谈上的时候有很多障碍 你们大部分人都没写 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临时想不到 有记得的笑话也没办法分享超过一个 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要讲不像刚刚那个同学 要准备一些 你假如要负责社团 你会想多一点 分析上资料点不太够 因此自己分享的笑话多出三个 而且最近大家讨论的笑话 都是粉丝专业上的谐音笑话 分析起来更加困难 因为没有记录下哪些谐音笑话 参考旧客人台大声传笑话王成如元 就可以找到谐音笑话 这什么意思啊 台大声传笑话王 我讲台大声传笑话王成如元 台大声传笑话王成如元 希望他有来参加比赛 我们确定他只是生传笑话王 还是全校笑话王 好第一 是系上一个声大四的学长讲的笑话 小明跟小美交往一段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有一天小美就问小明说 小明你几公分 小明眼神闪烁回答 大概三十吧 小美不相信 说没关系你可以诚实说 小明心虚的回答 说我已经诚实了 哦 讲过吧 好像讲过了 根据推测 因为男生说喜欢开 性器官长度方面的笑话 这哪有写性器官啊 他不是说小明你几公分而已吗 我本人觉得蛮好笑 不过好像已经听过 对这个大概大概你在十岁以前 二十岁以前一定会听过好多遍 十十岁以前听到你就长不大 好第二 这是我们系上已经毕业的学长说的笑话 有一天小明抓到一只蝴蝶 用两只手把它关在中间 这不叫关在中间吧 蝴蝶很害怕就对小明说 小明小明今天我生日可不可以不要杀我 小明说就当做实现你的生日愿望吧 鱼壁小明一边拍手一边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蝴蝶应该在你打开的那一沙拉就先飞走了吧 除非他的那个什么翅膀被那个粉被你的手沾到 他就他就反正也死了 好 这个学长平常的行为有点失控 所以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无厘头笑话 我不确定笑点是小明很笨的行为 还是那只蝴蝶竟然会说话 你还不确定这笑话那个哏在哪里 好 蛮幽默的 第三 这位政治系女同学分享的笑话 刚开学小明到学校主管念书 念一念肚子有点饿 就走到柜台去大声的说 我要一份大麦克 这也讲过那是兔子吧 对不对 图书馆员很尴尬说小明这里是图书馆 小明就很不好意思快训图书馆员 其实说我要一份大麦克 这就是学习快结束了你知道吗 第四 这是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 之前古装剧很盛行的时候 有一天皇上觉得手下的臣子们 都不敢对他说真心话 又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别人心中什么样子 就问身边的亲近的太监说 你用一个字来形容正 太监说炸 这个笑话开了古人宫廷内的一点玩笑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讲过了吗 第二 这是我表哥跟我之前跟我讲的笑话 小明对自己人那方面很没信心 因此跟老婆约定以后办事情都要关着灯 有一天老婆忍不住 打开灯 忍不住打开灯看 原来小明这几年都用小黄瓜代替他的服务 他很生气甩他两巴掌 原来你都骗我 没用的男人 小明天很生气甩他两巴掌 还不是生了三个小孩 我发现男生很喜欢讲一些有关偷情跟外语的笑话 而且主角唐是女生 底下还有一个 六 国王知道自己的皇后那方面的信誉很强 天哪你都在讲这种 我打的马赛克太多了 他很担心他出轨 一时帮他装了针钞带 这个笑话 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听过的 如果是后面跟我听到一样 回来以后 睡眠检查哪个侍卫都要借忠诚 最后几天国王终于回国 一套公寓就要世卫拿出来检查 很多人都被改编为太监 有些世卫断了几根手指头 只有一个世卫没有受伤 国王很高兴就派人送他礼物 那个世卫很开心 就 你看老师听过这笑话吗 你这样写哪会懂啊 第一次听到的人 所以外语透性成分 还多了因为亲密关系方式所产生的笑点 在那个心灵捕手的电影里面 那女主角也讲了一个笑话 跟这个类似这样 很多人刚开始看 不知道那笑话哽在哪里 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女同学分享的笑话 有一天中午小明跟妈妈去麦当劳 就妈妈说 为什么麦当劳薯条都这么直啊 妈妈就问他 妈妈就回答说 因为这是超值午餐啊 笑点应该觉得妈妈很笨 我觉得没有很好笑 不能这么说 你看麦当劳很会做生意 希望不会发现 其实薯条里面没有薯 什么辣椒油没有辣椒啦 米粉里面没有米啦 万一薯条里面没有薯 那只有条 那就很尴尬 八 得知女儿爱上一个穷小子 小明很生气 找女儿过来训辞一顿 小明通常不是爸爸 怎么突然间变成爸爸 女儿很伤心的哭着说 难道穷人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小明解释道 他都已经这么可怜了 还要跟你在一起 你忍心吗 他觉得很好笑的原因 是爸爸出乎意料的回答 女生好像稍微喜欢 关于爱情的笑话一点点 为什么数学老师第一胎 通常生女生 因为他们都先设X再设Y 今天怎么那么多数学笑话 是刚好吗 那位女同学维基分被当 调侃数学老师的笑话 他应该特别喜欢 接下来是一位 已经出国交换的学长 分享的三个笑话 有一班民航机失事 大家都逃生 只有两个跳降落伞 美国人拿了一个 把另外一个丢给英国人 英文正经八百说 机场还有女人 美国人很生气回答 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那件事情 这个笑话应该是调侃美国人 内心思想不纯正 把英国人生事风度想歪了 应该是英国人 自己讲的笑话吧 好 为什么刺猬都生很多小孩 因为他背上很多刺 背上很多刺 上次讲过 英文的笑话 daughter comes home and told her mother mom I'm pregnant and the mother says what how come daughter said it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air mom said yeah your legs 对不起啊 笑点在于女儿想装傻 再被妈妈拆穿激凤 出国交换 学长平常就喜欢 讲这方面笑话 个性也是比较不保守一点 哪有人讲不保守一点 奇怪 哪有用这种奇怪的形容词 他本人就是调调 我希望他出去的时候 能够不要让人家的 什么东西在空中 说到英文笑话 之前忘记在哪门课 教授发一个影片 内容是这样 哇你还很会联想 有个菜鸟 航运管理处办事人员 接到一封货轮的求救 mayday mayday we are sinking 那个菜鸟回答 ok then tell me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这影片强调英文的重要性 从他们的误会里面 可以找到笑点 那那人不就被淹死吗 这不是太残忍了吧 他没说交翻译说 啊五月天五月天 我们沉默了这样 五月天 那就上我的诺亚方舟吧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可以改变的笑话 接下来两个笑话都忘记 从哪里听来的 我特别喜欢三国那一个 说到赤壁之战五年后 刘备取得荆州前往西川替刘张御敌 曹操再次动员大军要入侵江东 在如虚口这个地方 东吴跟曹魏两军对峙 哎呦讲太长了 曹操看见严正以代的东吴随军 不禁感叹说 生儿当如孙众谋 孙权开心隔江大喊 如此话何意 曹操运丹田大喊说 哎呦这不能讲那三个字 骂人的话 不能讲 真的是不能讲 三个字而已 第二个是你 第三个是娘 第一个字老师能讲就完蛋了 不能讲对不起 十五 有一个未病人肠胃不好 跑去看医生 医生问他的症状 他说最近好奇怪 吃苹果就拉苹果出来 吃牛排拉整块牛排出来 医生我该怎么办 医生就问他 那你有试过吃屎吗 这个有点恶心 考虑中午用餐后才上课 我觉得恶心笑话 都应该有一个警示标志 就画一坨屎就行 好 原来预定这学期应该可以把大家收集的笑话讲完 这样就比较有这个同学到底收集了什么笑话在这学期之初 还有我们这上课又讲了什么笑话 我相信将来看电视的人一定有人会很认真的把所有的笑话做一个整理 我们都没有整理过 我也没整理 但是看电视看这个录影课程的人 常常有些人有非常大的机会 他不断的看不断的看这样 我就碰到有些人看得好认真 因为最近幽默社会学已经都放上去了 已经放好几奖 那奖役比较慢 但是那个内容比较快 那就有一位好认真的人就写信给我跟我讨论第一堂课的内容 就孔子的笑语幽默 都非常感动 因为你们同学通常不会有人跟我那么深入的讨论 他跟我做的很深入的讨论 那最近大概中国大陆的人还没看到这一集 不然的话有人已经看到 就出版社的大陆出版社又写信来要跟我要求出书这样 所以这个有些意外的好处 但是再说吧 好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部分是幽默与文化 因为有些东西是找不到相关的研究 所以有些主题没有办法讲 幽默与文化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内容 但是真正学术研究的很少 因为尤其在两种不同文化接触的时候 各种误会啦 同音意志啦 就会更多 那那些如果没有有系统的研究 有的时候你不太能够了解 这个文化的这个之间的差异 或者其相似性 因为原则上如果文化之间都不能沟通 纯然都是很独特的 那你在这边讲的笑话到别的一个文化 就完全不能理解的 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会发生 有的时候不会 就显然知道有些笑话是具有它的文化的普通性 那有些笑话呢 显然要经过翻译说明 那又没有普通性 所以这也是一个你听笑话 或者看各国笑话 还有我们上次讲到像犹太笑话 有一些你就不太容易理解 是这样 那有些不理解是因为你对 异文化的了解不够多 你了解了有些就很好笑 那有些是完全不需要了解的 像你看卓别林的电影 你看一些默片 那些连话都没有讲的 你到马戏团看小丑 小丑一句话都不讲 小丑完全靠他的动作 还有他话中的表情 让你可以产生这种笑的这种感觉 甚至就真的笑出来 好那大部分研究呢 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那这个例有一个 从心理学角度比较了 1996年 现在看起来有点老了 比较英国 德国跟美国 三国人民的幽默感 我们通常会认为 我们在中国 或者在这个台湾 我们会很习惯的说 欧美国家 或者欧洲国家 或者西方国家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体的 那就一样的 在这个所谓的欧美国家 有时候会把我们这种 亚洲国家看为是一体的 那这个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危险的 尤其你被人家当成是 看的对象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有的时候 你跟别的他们看的人 其实是不一样 他把幽默分成三大类型 这三大类型呢 当然后来我们在下一章里面 都讲 一个叫不一致解决型的幽默 有的就叫incongruity 没有讲resolution 但是讲resolution 会比较完整 因为有些笑话 确实是不协调的 但是并没有解决 那个有的也不构成笑话 另外那无厘头的 完全没有逻辑可循的 叫nonsense humor 另外以内容为主 跟性有关的笑话 我只是不了解 为什么 这个是第三类笑话 这个分类完全不符合 现在科学的穷尽跟互斥的原则 性的笑话 另外就是没有跟性无关的笑话 这才对 那这个幽默 那个不一致解决 跟无厘头那种分类 有时候我们下礼拜就 下次就讲到 那种分类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分类 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习惯 有人这么说了 你就跟着这么说吧 这个跟着大家走 这个要错 就不会怪在你一个人头上 那文学的角度里面呢 有人就发现 捷克的这些人 捷克的这个人 西班牙的这唐吉赫德 唐吉赫德呢 是塞万提斯小说 那这个现在中文有洋将的译本 那这个译本呢 也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的 唐吉赫德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幻想自己是个武士 然后常常骑着他的那匹兽马 然后跟风车作战 这个在听说在原来的证文里面 有很多很好笑的桥段 但是一经过翻译 尤其这个呢 有时候翻译给小朋友看 那些桥段有的就会被缩减这样 那维尔斯这个人 我是不知道他叫什么人 叫Undermilkwood 听起来怪怪的 听起来像假的名字 那希腊有一个人叫Furtopia 或这样 然后英格兰的We need a poo 小熊维尼 我小时候根本就没听过小熊维尼 一直到后来小熊维尼就变得非常有名 小熊维尼最大的 我对小熊维尼最大的意见就是 为什么这人只穿了一件背心 然后不穿裤子 这到现在为止很困扰的一点 小熊维尼 那法国有叫Penguin Island 企鹅岛 然后这个都是 然后德国叫Captain of Kierpernik 犹太籍的Portnoy Complain Dame Edna Average 每个文化里面有这样子的表演的人 那个Dame Edna Average 是一个英国男演员所装的一个英国的女子 男生装女的 有点像以前有人装吕副总统 像已故的邪心 李敏然装过 其他人也就在模仿秀里面装过 这男生装女生的这种邪心角色 比较常见 女生装男生的这种角色 或模仿角色相对而言比较罕见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那另外社会学的角度 就是那个David 这Christie David就是 我们在讲幽默于族群 或者族裔的地方 种族 他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 那这个David的研究策略 一般人研究幽默 他觉得研究幽默 要从福尔摩斯故事里面的一句话来讲 叫做The dog didn't bark in the night 这狗在晚上并没有叫 为什么 他认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可以研究幽默的一点 他说A跟B的两个社会 其中某个笑话在A社会常听很流行 可是在B社会呢 却十分罕见或不流行 这显示出两个社会的幽默感是有差异的 这要从两个社会的不同结构 社会结构或文化因素来解释 不能归因到个人的人格因素 其实他这样讲 我们可以回想到 前面讲到律师的笑话 虽然不是他研究的 但是律师笑话里面就有这个问题 在美国律师笑话非常红 在欧洲呢 相对人的律师笑话没有那么流行 这跟我们 在我们来看 他们可能都是欧美国家 可是对他们 欧美国家来讲 还是有文化结构 文化价值跟社会结构的差异 我相信在海峡两岸或者华人地区 有些笑话大概是共通的 你光看电影的某些梗 如果看的人都会笑 像在台湾看这个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因为那个全年先生在台湾人的这个 通俗文化里面 全年先生是一个不需要说明 你就知道他是谁的人 所以那个电影演到全年先生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大笑 因为他平常讲的那个电视的形象 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想其他华人地区一定不知道 全年先生这个角色 有什么那么特别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各地 虽然都是华人 就别人来看文化价值观 应该都很像 可是这里面还是有台湾的特殊的地方 那大陆也有些特殊的地方 那有些演员不是我们明了的 他们可能讲一些事情 除非你很注意你们的行为 那新加坡电影也是 所以像这些香港和新加坡 这些都是一样 那有些笑话香港人讲 我们台湾人不会懂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有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种文化上很大的夸张 譬如说有一阵子 台湾流行铺街照片 就直挺挺的就躺在街上 叫铺街照 结果那个新那个观光局呢 认为这铺街照是台湾的特色 就把那个铺街照就放上去 台湾观光那个 香港人跟那个澳门人 只要讲广东话来一看 有没有搞手 这样 扑该啊 在香港扑该是骂人的话 意思是说你死在街上去吧你 是这样骂人的话 就台湾竟然把铺街照当成是一个 可以推展观光的事情 这个对香港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这个事情马上就 一经报纸报道 马上就不见了 现在你大概也没有看到铺街照 以前有个女生非常热情的在拍铺街照 我还记得 只听你躺在哪里啊 那个电视常常报道他 后来这就没了 可是呢有一个事情一直拖了很久 这事情才没了 在广东话里面大话是讲你吹牛的意思 这不是好字 结果呢台湾有一阵子的那个 新闻评论节目叫大话新闻 那你想香港人想说 哎呦你们自己在那 新闻在吹牛你都自己都明白说了这样 当然现在这个节目没了 所以在不同的文化有些字眼 在这边全的很严肃 在另外一边来看 那不是开玩笑吗 如果有一个东西叫做谎言 那我们不知道 我说今天非常欢迎各位收看 blow news blow就是谎言 那讲那么一句话是真的 那那个你也许觉得 blow是很好听的一个字眼 然后那其他文化一定 啊 Welcome to LINE news 比如说啊这个LINE新闻 那不是笑死人吗 另外政治笑话 他刚刚上次也有专门讲过了 他说资本主义国家 没有或者罕见政治笑话 相对于1990年代以前 东欧跟苏联共产党丰富的政治笑话 可是这个情况我上次有说过 这跟政治自由与否没有太大关系 像美国总统呢就很喜欢 这是他们的文化 美国总统出来尤其办一些活动 他一定要讲笑话的啦 政治场合他不能讲笑话 但其他地方他一定要讲笑话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的历任的总统 没有一个人是以讲笑话擅长的 马总统讲的笑话 常被认为很冷这样 他的那个什么以前有电视 例行的那种电视节目 现在有没有好像也没有了 国政论坛什么之类的 都没有什么笑话 美国总统像圣诞节快到了 当然圣诞节不是我们的节日啦 那圣诞节快到了 美国总统一定会讲一些祝福的话 然后会有时候会开开自己的玩笑 我们台湾大概不会 其实我觉得马总统如果愿意 开他自己政府的玩笑 是有很多玩笑可以开的 比如总统府的圣诞节 就挂了一堆鞋子这样 总统府圣诞树上就挂了一堆鞋子 这很好笑吗 因为政府拮据 所以我们没有买任何装饰品 这些都是我们历人来到 到处下乡所捡回来的 谢谢各位的国同胞的 这不就很好笑吗 然后他还讲的时候 一堂鞋子在飞过去 你不就更好笑吗 可惜他没这个幽默感 这段不能删掉 这段要保留政治消化这部分 这好不容易发明的 光想象的画面都觉得超级好笑 好我觉得鞋场应该还有一个鞋场 应该叫做马英九款 特别感谢总统替我们鞋业制造了一个生机 应该设计一种鞋款 第一个丢了以后不会伤到人 然后可以走很久的 像这样的鞋 我觉得应该涉及一个 将来他退卸任以后 大家可以用这个来怀念他 好Question to Radio Armenia Armenia就是亚美尼亚 这个通常是一个在国境之外的 对那一国特别那一国在共产国家里面 所做的广播的这种radio Would it possible to introduce socialism in the Netherlands 说应该不是应该是指那个国家的国家电台 他是不是可能在荷兰介绍社会主义 荷兰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Answer in principle yes But what have the Dutch ever done to you 是可能啦 但是这个荷兰人到底对你做错了什么事 你干嘛要这样虐待他 所以介绍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开玩笑话 这是1980年代在波兰盛行的笑话 第二个就Under capitalism Man exploits man 这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级笑话 我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这个 Under socialism It's exactly the other way around 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 社会主义就不一样 刚好相反 相反还是人剥削人 所以这个听起来相反 其实没有相反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rbachev and Dubček 他说 there isn't any But Gorbachev doesn't know it yet Gorbachev没有什么不知道的 另外一个人就不用说了 好 那这个Stalin Stalin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were traveling in the train when it ground to a hole and refused to go 坐火车的时候碰到火车停下来 Stalin said leave this to me 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and left the compartment 5 minutes later he came back and said Now it will be alright I have shot the engine driver 没问题了 我已经把那开火车的人给干掉了 The train still refused to move 可是火车还是不动 Khrush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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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got up and left the compartment 就离开了 他去解决问题去了 When he came back he said I have rehabilitated the engine driver The train will start again 我已经恢复了这个 恢复名誉了 这跟他们的政治做法有关 各位离这个时代比较远 可能念历史不知道有没有念到 所以说火车马上就开动了 他已经替他恢复名誉了 Khrushchev The train remained stationary 最后来了布里茲涅夫 Brezhnev Reached across and pulled down the blind plunging the compartment into darkness 他就把那个窗帘都给拉下来 There you are he said Now the train is moving 他不让你看到外面 然后告诉你说 好现在火车是开的 他去用这种障眼吧 不让你看到外在世界 让你知道你是最安全 最好的国家 现在北韩就这样 所有的这个集权国家都这么高 以前台湾在戒严人时期也这么高 啊说我们台湾最好啦 保持中华化优良传统啊 这人哪这人哪 然后他要关哪些政治犯 什么都不让你知道 不让你出国 不让你看新闻 那个我们那时候订那个 时代杂志 订时代杂志呢 那个杂志常常一个礼拜来一次 有时候都会晚到 为什么晚到呢 因为卡在新闻局 新闻局呢 要把出现中共国旗的地方 全部派一个人拿马克比给涂掉 然后只要出现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呢 有人要用马克比把它给涂掉 他不是他不是那页撕掉 就把它涂掉 所以那个那个那个人很辛苦的 得每一行每一行每一本每一本 把它涂掉 涂完了 然后再交还给杂志社 杂志社来寄给我们 有的时候实在太做得太慢了 下一期已经出了 上一期就不会寄到你家来 这个也没有人去怪杂志社 说我上一期怎么拖齐了这样 大家都知道这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看这个某些国家封锁这个 网路啦 不让什么东西资讯放在内 我都觉得很好笑这样 因为台湾可以说been there done that 这种事情我们都经过也都做过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 我就不懂这些人为什么永远不懂这样 看看历史看看别人 这东西都没有用的 真的那样子也不会太糟糕 很多人担心真的那样道德就败坏 怎么样怎么样 有人说伤风败俗 伤风感冒比较严重伤风败俗 从孔子那时代就看他那时代不顺眼 不也就到现在了吗 那种尊重道德的人一直有 伤风败俗人一直有 伤风感冒那是从来没断过 从古代到现在没有人没伤风感冒 好所以这个是这样 就是完全完全的这种靠自己听的爽这样 北韩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 所以你看的时候很清楚 看自己的过去也很清楚 所以各位生在一个真的相对人比较好的时代 但是各位这个时代呢很多人又常常的 在民主时代不用民主的做法 有些人说我代表台大学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今天有没有经过公投可以代表台大学生 你就是台大学生中一个 你做什么事情你就是你 我要说说我代表台大学生怎么样吗 台大老师我代表台大老师 我代表台大社会系老师 这都没有经过授权我能代表什么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讲的话 那就是我自己负责啊 你不要以为你是台大学生 你曾经什么团体 你就都要代表什么 你不尊重别人 别人也不会尊重你啊 可是民主最重要就是学会尊重啊 这是一个我看了好多年都这样的 然后有时候很不忍 因为他们提倡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我赞成的 但他们都用手法是我不赞成的 我觉得民主就应该尊重大家 你有什么主张 你要在尊重大家的前提下来做的 很不幸啊 有时候没看到这样 好 这个列宁的widow叫Krupskaya visited a school to give a talk about 列宁 Lenin was a very kind man she told the children 他是好大好人啊 One day he was shaving outside his dacha in the country When a little boy came and stared at him What are you doing? Ask the little boy I'm shaving little boy reply Lenin 这应该很简单 小孩问他他干嘛 他说我在刮胡子 Why Why does that make Lenin a kind man? Ask one of school children 学校小孩说 为什么这就代表他是个好人啊 Can't you see? said Krupskaya Lenin had a razor in his hand And could Could have cut the little boy's throat But he didn't 他手上有个剃刀耶 他要把那小孩的喉咙给割了 都不费摧毁之力 这就是他仁慈的地方 可他没这么做 这集群国家对于仁慈的看法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好 那好像下课了 我们就休息 各位都知道吃甜食会让人心情愉快 但是也会让人胖 所以胖跟心情愉快显然是相关的 所以现在这个减肥时代 就是故意要让大家变得瘦 所以就变得很不快乐 胖一点算什么呢 对不对 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 你会比别人多活好几天 好的 那这个笑话呢 就是262页 说Soviet Union and Hungary Hungary是匈牙利 不是很饿的意思 Soviet Union and Hungary has signed a treaty governing the navigation of the Danube 签了一个条约 有关这个多脑河 Danube是中文翻成多脑河 你光看英文 你当然不知道 为什么Danube会翻成多脑河 那你要从德文来翻 你就知道 德文就叫多脑河 就叫多脑河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早期的翻译 是根据当地语言 而不是根据英文的拼法这样 好 就是Danube 多脑河 The Soviet Union has the right to navigate the Danube lengthways and the Hungarian to do with breathways 所以苏联的航行的权力 是靠它的长度来看 匈牙利是靠它的宽度 匈牙利只有宽度可以 所以航权只有宽度 那宽度当然就没什么航权 Russian censor enumerator 就是苏联做这个人口调查的 Census enumerator 就是这个人口调查员 说Where were you born? 你在哪出生的? Russian citizen 说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后来叫列宁格勒 然后现在又改回圣彼得堡 Russian censor enumerator Where were you go to school? 你在哪里上学校? Petrograd 这是老的说法 所以其实还是同一个地方 可见这个你出生 你念书 地名经过了政治的改变 Russian censor enumerator Where do you live now? Leningrad Russian censor enumerator Where were you like to live? Saint Petersburg 这是1980年代的 都其他同一个地方 只是不同的名字 现在又回到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好 禁忌话题与笑话 Mr. Baggins small retail business was in trouble and he knew that he would have to make two of his three female shop assist and redundant 他要裁掉他的这个 他做的是小的零售业 他要在三个女店员中间要裁掉 拆掉多少 拆掉两个是吧 make two of it redundant he arranged for a customer to pay twenty pounds too much for a small item at each of the three tills and then walk away briskly 这tills什么意思 没查 好 就要用这二十棒 来测一下这三个人 the first assistant ran after the customer to return the money 跑到他跑回去说 你掉了这个钱 the second assistant put the money in the till but didn't ring it up 就把那钱放在那个 是不是收音机吗 还是什么的 看起来像的 可是呢 没有做 没有按一个什么东西 the third assistant took it up took it out took it out took it out the till 这应该多打了一个字 hour是多的 and put it 这个也打错 put it in her handbag 那个人就把钱拿出来 因为他没把那个钱 那个抽音机关好 就把钱拿出来 which of them got to keep their job 哪一个人会得到这个工作 谁会留下来 the one with the big tits 这不是跟刚刚的笑话 就是一模一样 老板才不关心 他道德上高尚与否 他关心的是这个女店员 是不是有一个大胸脯 所以这是这种笑话 英国跟美国的笑话 这是禁忌话题 这是讲这个 这应该不算是政治笑话 那这个笑话 在某些文化来讲 可能不会觉得大胸脯 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那有些文化就会 好像在有些性别的研究里面 或者日常生活经验也有 有些女孩子发育过早 很早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成长 然后胸部就会有显现 那很多女孩子很怕 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胸部显现对于 在那个时代来讲 它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有些女孩子呢 就会变成驼背 演示出自己的胸部的突出这样 这是也是在成长过程里面 见到的一些现象 希望尽量不要太跟别人不一样 那竹群笑话也是非常文化的 就所以这个文化的笑话 或文化跟幽默之间的关系 常常可以横跨政治跟族群 所以极度强调清洁的社会 像美国跟加拿大 会嘲笑其他族群肮脏 就是重要笑话主题 可是在不重视清洁的社会里面 这样的笑话就会不存在 这对清洁与否 到目前为止 我所知道最重视清洁宗教 应该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呢第一个清真寺 有些清真寺是不准女人进去的 因为女人是不节的 尤其有些女人在这个 连台湾的庙宇 女人在旌旗来的时候 你都要自觉的不要进到庙里去 当然这个如果都是比丘尼的话 可能现在也是有例外 但是以前是这样 有一次这个跟那个 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跟这个不节有点关系 以前我们大学生到南部 去做一些调查 晚上就住在里民活动中心 那个里民活动中心就在庙旁边 然后他里民活动中心 外面有一个水龙头 因为在南部很热啊 我们这种台北人受不了那种热 晚上就趁着没人的时候 就去分别去擦身体 也没洗澡 就脱光了上衣 下半身不能脱光 就在那边拿毛巾擦一擦 然后靠着水龙头 哈 才脱了衣服就被喝斥这样 你怎么可以在神明面前脱衣服 神明 神明在哪 发现神明就在旁边 那边有一间庙 那我们是在里民中心 晚上就睡在那里民中心里 当然大学生基本上 跟睡觉是没关系的东西 睡觉跟大学生是很奇怪的 那个叫strange bed balance 哈 所以后来也没睡觉 但是就说啊 你们男生怎么要顾罗 这上身在 在在在 神明面前这样洗澡 那不是洗澡啊 擦澡而已啊 啊 所以呢 后来就叫我们要拿一个桶子 然后转到那个角落去 反正神明看到地方 我们要擦澡到那儿擦澡 哎神明什么没看过啊 你当着角落他就看不到了吗 真是 反正就被当地的那个 管庙的人 现在可能叫庙公了 就被他呵斥 说我们这些人这样 不敬神明这样 哪有啊 我们在洗个很干净 这才是尊敬神明 不是吗 我们要是翘着二郎腿 或者在那边抠脚指甲 那才或者什么戳什么泥 那才是不敬嘛 挖鼻孔 对不对 那我觉得神明应该跟那庙公好好沟通一下 说这大海上台北来的啦 还算干净啦 这样 哎 有些族群会嘲笑某些族群愚蠢跟肮脏 但是通常只有其一没有其二 嘲笑他愚蠢的就不会嘲笑他肮脏 嘲笑他肮脏就不会嘲笑他愚蠢 所以这个是一个 第三 英国人嘲笑爱尔兰愚蠢 却没有嘲笑爱尔兰肮脏的笑话 那有人把尝试 美国人嘲笑肮脏的波兰人笑话 转换成英国版 可是不太成功 我们觉得英美好像都是一家嘛 对美国人来讲 这个很大的侮辱 对英国人来讲还希望是一家 我以前念英文的时候啊 英文就是英国英文 英国腔的英文 伦敦腔的英文 那时候没有什么的American English 没有这种事啊 我们国中第一届第二届 我们的音标是万国音标 那是英国发音啊 不然哪一天就会变成KK音标 一种阴谋说是因为某一个教育部的一个重要的大佬 或师大的某一个大佬 他跟一个字典公司有合作 然后那字典公司用KK音标 所以由他开始就引进了KK音标 所以各位到现在你们是念KK音标吗 对 因为跟台湾那个字典有关系 那现在大部分人有多少人还在准备音标呢 很多人很奇怪 尤其在美国长大的人说你们学音标干什么 他不会发音呢 不会发音你在那个音上面做几个手脚 不就会发音了吗 就像我们写那个注音符号 你小学以后还写注音符号吗 三年级以后的课本我们那时候 就没有注音符号 当时很恐慌耶 就没有注音符号 我家怎么认得字这样 极度恐慌 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必要 你真的有那么怀念 你就订国语日报嘛 国语日报都有那个音标在旁边 那大概现在只有外国人学中文 觉得很帮助很大 所以有些东西你长大了 那事情就不需要了你知道吗 好了 说这个举例 How does a Newfoundlander wipe his mouth after eating 这应该是个问号 说纽芬兰的人呢 吃完饭以后用什么来插嘴 这就说 He rubs his mouth along his shirt sleeves then take his serviette and wipes off the sleeves 他插嘴呢 是用自己的袖子插嘴 我们小时候很多人都用袖子插嘴的 现在拿好像这样面纸常常都有 我们小时候根本就没有面纸 我们唯一要带的那三张卫生纸 是用来检查用的 检查到后来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 也小朋友大概从小到大 都训练着不要在学校上厕所 因为没有卫生纸啊 你怎么办 用手擦吗 小朋友是有可能是用手擦的 但是现在听起来很恶心啊 但那时候就这样子啊 以前我 听说在我前面的几辈人 还有人用树叶 用杆子 擦屁股的 对不起啊 这个是卫生史的一点 好所以他说他先用那个袖子擦 然后再用那个Serviette 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把那个袖子再擦干净 这样 我们常常没有啊 我们常常就这样 再一擦 然后两管鼻涕 像我们在冬天同学有些人 也不太保暖 我们也没有像各位的很多 很轻薄保暖的衣服 就这样一擦 两管鼻涕黄黄的 然后那鼻涕有稍微这样伸上去哦 后面吸上去 然后下来吸上去 你们现在还有人有这样吗 不会吧 现在应该卫生很多啊 我们以前真的是 也什么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 那个没有 都蛮正常的你知道吗 你不这样做才奇怪 那把那鼻涕吸到肚子里去 那是更是常见的事情 那完全不 你们现在听起来很恶心 在我们那时代 那是正常的事情 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1987年 厕所 各地的厕所 都还没有卫生纸啊 那时候就建议说 哎人家国外先进国家啊 公共厂所都有卫生纸 至少台大的嘛 你就厕所的卫生纸 哦不行啊 那时候说 用了卫生纸就有人会偷回家啊 是真的会有啊 本人以前去念书的时候 人穷至短啊 到美国念书 觉得学费很贵啊 就到厕所去看 多了一桶卫生纸 就把它装在包包里面 就带走了 后来自己觉得 自己真是卑鄙小人啊 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到麦当劳一看 免费的刀叉啊 塑胶的可以用啊 就带回去这样 后来家里 累积了一堆刀叉 跟一堆卫生纸 一堆面纸这样 后来就发现自己 穷极无聊 然后后来碰到大陆人来 大陆人就做 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 那穷国家的人 到富国家的人 就把这些全部视为宝 然后等过一阵子 你就觉得自己真是很无聊 因为那东西 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你知道吗 我们是那种爱惜食物时代 我在图书馆打工啊 每天捡到笔啊 各种笔啊 捡到最好的是 日本人留下来的笔 自动铅笔 那时候在美国没看到过 我每天不用买笔啊 光是在图书馆捡 然后每次都失误招你 没有人来领啊 就像现在一样 每个教室都有一堆什么课本 课本还没人拿 我觉得好奇怪 什么保温杯啦 各式各样的原子笔啊 这都可以看得到的 有的还放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饮水器那边 你们这个世代真的是很奇怪的 就差没有把iPhone摆在那 我相信总有一天 有那种iPhone丢机槽这样 随便你简单 你拿去嘛 你有用你就拿去嘛 好 How do you get a Newfoundlander out of your front yard 你怎么样把那个 纽芬兰人 把他搞离开你的前院子 Bring the garbage around the back 你就把你的 garbage 放在后院 他就会离开 这当然是讽刺这些人啊 What did Hitler tell his men before invading Poland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的时候 跟他的军人是怎么说的 Don't shit in the street We're trying to starve them out 不要在街上大便 因为我们想把他们饿死 这就很狠了嘛 又讲希特勒 又讲波兰人 这种笑话 只能写在书上 写在书上 都会人家抗议我跟你说 所以有些话 虽然老师有时候忽略了 摆在讲义里 你最好不要讲 真的你在国内都不要讲 不要养成讲这种笑话习惯 这不是很好的习惯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 为了教育的原因 好 下面就是法文 老师的法文没那么好 所以就算了 免得到时候被 看电视的人耻笑 所以你法文真的 发音有问题 好 那这个Newfie Newfie就是纽芬兰人的一个 一个简称这样 Newfie who wa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life saw a man cleaning his teeth run out to fetch his gun 看到有人刷牙 他没看过 就回去就赶快去拿枪 为什么呢 He thought he had rabies 他以为他有rabbies rabbies是一个什么 病是不是 还是一个什么这样 好 这也是一个翻译的 原来从法文翻译来的 那犹太笑话中的叫做 J.A.P. Jewish American Princess 这是犹太人的公主病 以及呢叫G.A.P. Gap 不是那个有名的商店 是Gentee American Princess 就是那种异教徒的美国公主 跟犹太的美国公主 那有些女性主义人 在犹太的笑话 发现犹太的笑话 充满着父权的恨女情节 主张犹太妇女 在美国社会中 重属地位 并且具有反犹太的景象 有人发现这一点 但是这些笑话呢 都只限于犹太的笑话中 其他文化没有出现 那犹太的笑话 也没有男性 久后乱性的笑话 爱尔兰人 芬兰人 澳洲人 苏格兰人 这方面的笑话就特别多 犹太人没有 所以这里看到他的宗教 或者他文化的这个特异性 举例来讲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JAP and a Puerto Rican woman 犹太的这种公主 在美国出生的犹太裔的公主 跟波罗里根女人之间 有什么差别 The Puerto Rican have faked jewelry and real organism 波罗里根人戴的是假的珠宝 但是他们的高潮是真的 那就没有讲了 其他的就是你去想 所以这种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什么东西 这笑话是一个很高级的 要你去自己填补这个笑话 自己去完成笑话 而不是他把它说出来 因为这边只讲了 波罗里根女孩 那犹太女孩就是反过来的 好 那幽默文化跟团体生活 也是有关系的 这两个人 Gary Fine 是一个 专门研究幽默的一个学者 他英国学者 后来可能也是澳洲籍的 应该讲大英国学的学者 那Michael De Soucy 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就研究一个团体 讲笑话文化 就是一个团体成员 不断讲笑话的这种主题 他们研究两个团体 哪两个团体呢 你不会相信的有这种研究 264页 草菇采集者以及职业气象人员 这两种人会讲笑话 我刚才看到草菇采集者 那个英文单字我不认识 特别查一下 确定一下 真的吗 真的 他们研究这两个团体 这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罕见了 气象人员是很少人去研究的 因为觉得他们 不就是从卫星云图 来讲一些事情吗 然后都讲的台风很严重嘛 然后对台风不严重 反正也没任何责任嘛 暴气象每个 现在所有的世界新闻 大概都花个五分钟时间 十分钟时间暴气象 准跟不准呢也没人在乎 好他发现什么 第一个讲笑话是一种论 当成一种论述有三种特性 就是要镶嵌在讲笑话 发生在一段持续不断的社会关系脉络中 第二个叫做互动的 需要成员之间彼此回应 第三是有止射性的 团体成员共享某种共同的文化意义 所以有些笑话 你不在那个团体 你听不太懂的 因为他们讲的是他们熟悉的东西 外人很难理解的 好那讲笑话的 文化产生有五个条件 他研究出来 他们研究出来 笑话的指涉必须是团体成员已知的事项 譬如气象的人就会讲气象的术语 那些术语可能跟日常生活有些关系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这个就会 就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说 就像冬天 常常气象爆发会有大陆冷气团南下 这样 那如果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太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大陆人真欺负人 人来了还不说 还冷气团都来了 你这样一讲有的时候 场合会觉得很好笑 尤其很冷的时候 那现在预寒的设备都很好 你买那种外套清得要死 对不对 然后可以缩成一个小球 太方便了 像我今天带着这边就有一套 可以清到你完全感觉不到它 他重量的衣服这样 裤照不行 好 所以这个团圆人已知的事项 像大陆冷气团南下 这个常常觉得很好笑 当然大陆人不会觉得特别好笑 第五 第二个对不起 笑话必须被团圆成为视为有用的 可以拿来做事情 调侃别人或什么的这样 第三笑话必须是有功能的 有功能呢是能够缓和互动啊 建立凝聚感啊 创造互动规范啊 划定团体节线等等 这个在我们过去讲的里面 像笑话跟工作就已经提到这个了 所以有这样的功能 这大家都知道 第四呢 讲笑话必须配合团体的地位制度 你开玩笑 有的场合你不能开大老板的玩笑 那通常都大老板开下属的玩笑 下属只好 哈哈哈哈这样啊 或者趁大老板不在的时候 你就开大老板的玩笑 或者模仿大老板 像各位在上课的时候 几乎不太敢模仿老师嘛 你要模仿老师 只有在解试验或置业的时候 特别解试验 解试验 解试验是我们老师 集体被模仿的那种 很多老师就不参加解试验 因为太尴尬 会发现自己的丑陋的形貌 全部被学生表然无一这样 那职业好像还好 因为职业通常大一刚进来 也不太敢太造次这样 我有一次去看到人家模仿我这样 我第一个想说不可能嘛 我怎么可能被模仿呢 模仿到我真的都笑插了气这样 真的是好厉害 这学生永远我们想象不到 后来那个人要我写推荐信我就拒绝了 哈哈哈哈 你没想到吧 不过不是因为他模仿我才拒绝他啦 因为他要申请别的所 那个我不太赞成这样 那第三就是必须透过笑话来管制团体的互动 包括缓和分享区分稳定 这都是比较正面 所以呢这个草菇采集者呢 他们就我就没有列任何相关的笑话 因为那个需要的背景知识我完全没有 但这些人会讲这样的笑话 有这个研究 那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跨文化的研究 这个研究呢的主题很简单 因为有人说有关爱情 或有关社会上很多人生智慧 什么人都说过 你阿嬷也说过 街上的书也说过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问题 我就常常被问到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我说那谁告诉你的呢 传统有一句话说 那是传统的话能信吗 他们就要研究这个 他研究呢主题就说 女性是否认为男性的幽默感 是男人智力的指标 所以男人越幽默 女人就越喜欢 是不是这样 这个研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出发点 好了 他们研究这个 女性是否把男性幽默感 当成是智力的一个指标 越幽默的人是不是越聪明 然后女人是不是就越喜欢 那这有不同的逻辑了 这没讲身高啊 所以那种幽默的人 是不是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对象 那他们就研究了哪些人呢 研究了美国 英国 中国 土耳其 苏联 这不得了了哈 这五国某种程度 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 在一般人的想法跟在学术想法 他发现呢 在美国 英国 中国 土耳其 除了苏联以外 丈夫比妻子常说笑 只有苏联呢 是妻子比丈夫常说笑 哎 这个很有趣 第二呢 所有的国家都认为 配偶的幽默感 和婚姻满意度 是相关的 特别是妻子满意度 所以女人确实 比较喜欢自己的丈夫 是有幽默感的 男人不一定觉得自己的太太 要具有幽默感 所以很多女孩子呢 你的笑点很低 其实你是很受欢迎的 你笑点太高 显得高傲 懂吗 学这门课老师好歹教你一点 那男生呢 你好歹就要训练自己的幽默感 所以这个也蛮有趣的啦 我以前真的很喜欢的女孩子 不一定是女朋友啦 喜欢相处的女同学 就那种笑点好低好低 你随便讲些什么 她就已经笑出来 然后笑到那种一副 这世界上好像只有你讲笑 最好笑呢 那让人成就会很高的 懂吗 以后学那个修这门课 如果还开的话 我一定就要选那种笑点超低的学生 一进来就100分起跳 你少来一次就扣你一次分数 你少来18周就扣到82分 听起来不太差嘛对吧 好吧 笑点很低 所以没看到我那个笑话 那个现在那个课程已经出来嘛 那课程的icon就是一个点滴架 一个点滴别忘了 这你可以跟人家解释 为什么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然后有一个点滴 因为笑点滴懂吗 这点很重要 你可以负责解释一下 那个icon什么意思 不然人家以为那是什么 卫生保健的什么入门知识 第二个呢 第三个 配偶的幽默感 跟配偶的智力关系 并不比配偶的善意可靠 和了解来的明显 所以就是没有太大 太明确的关系 配偶的幽默感 常是婚姻满意度 跟上个三项变相的中介变相 所以幽默感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相 第四 幽默的人因为能够提供欢乐 甚至提升对方的情绪 会让人产生好感 所以在求爱的婚姻过程中 有加分的效果 不要讲求爱了 你就算一般朋友 你总希望跟那有趣的人在一起 以前我还参加这个学术会议的时候 到吃饭的时候 一堆人要跟我做同一桌 然后有人就抢着跟我做同一桌 说我们去做这一桌 阿姨呼朋引伴说 我们跟孙中心做一桌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要等着要讲笑话 我就是那种压力很大 大家都吃饭 干嘛讲笑话呢 可是很多人喜欢 真的很喜欢跟我做同一桌 我也很喜欢 我很喜欢讲 你知道吗 所以这也是 有时候有那种现场准备的一些笑话 要不然就是注意发生 注意一些事情 然后可以讲出来这样 还有就是最近听说的笑话 我也有一些随时准备好的 但有时候真的会被杀个措手不及 你讲个笑话吧 我反而有时候讲不出来这样 我曾经设计过 譬如说跟中文系的人讲的笑话 跟社会系的人讲的笑话 你就要注意到这些 有一次 这个我们的笑话 社会系以前是职业还干嘛 就有老师上去讲笑话 结果就有几个老师表演了 也收集材料 说叫他们猜名 猜社会系专有名词 就一个人在杀书桌这样 拿一个刀子在杀书桌这样 因为有一次呢 发现有一个学生读英文 把他读错了 英文叫diskilling 就是去技术化 很多东西不需要技术 门槛很低的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学生看diskilling 看成desk killing 这两次很像的啊 那就看成desk killing 不然为什么他可以看两遍这样 所以叫杀书桌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后现代 postmodernization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人大陆的翻译 叫做邮政现代化 所以postmodernization 后来我们就愣在那说 那真的邮政现代化 英文要怎么讲 听说应该叫postmodernization 所以 这是我们几个 那时候想出来的笑话这样 我们老师自己觉得很好笑 就有几个老师被派上去演去演这样 像这样的啊 发明一些 像我们上次讲那个明朝末年有关 论语的笑话 那很多你假如是学论语的人 你很熟的人 那那就很好笑 比如说孔子去饮料店 他会先讲什么 孔子去饮料店会讲去兵这样 因为孔子有一次跟弟子说 啊这地方很好啊 你要先怎么样 啊先复啊 复教啊 第一个要让他这个老百姓都有钱起来 有钱起来呢 要让他更活得更好 活得更好要给他教育 然后那弟子就说 那必不得已而去之 这三个哪一个要优先去掉 孔子就说去兵 啊打仗那个不要去兵 啊 所以孔子是去兵的 这样啊 可是呢大部分念 这种人都是年纪很大的人 都不去饮料店这样 我第一次到饮料店 听到人家讲去兵半堂 我就觉得哇靠好酷啊 这是讲什么秘语这样啊 然后到那个Starbucks 我不是那Starbucks generation 我是Pre-Starbucks generation 所以刚开始大家都以为 我是那种流美的啦 我一定是能喝Starbucks的 我不是 我去的时候弄咖啡 还弄小烂咖啡 几十cent一杯的那种小烂咖啡的那种时代 结果我到Starbucks 完全不会点了 就站着像傻瓜 美国还什么Tall啊 什么之类的 这样 I'm very short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后来在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那个 电子情书的电影 就有这一段演这种 Starbucks那些人去点 都一副很知道自己要怎么讲话 第一次去的人完全补沙沙这样 我要喝一杯咖啡 你在Starbucks那先生 那请问你要什么大杯小杯中杯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样的 还可以续杯 续杯这件事情也是 我后来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续杯是什么意思 刚开始去续杯 你带杯子去还可以捡几块钱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好啦所以这个 幽默的人 因为能够提供欢乐 甚至提供对方情绪让人散开好感受 在求爱婚姻过程中加分效果 这刚刚是这样讲的 那最糟糕的是你要小心 你不要因为要让你的约会有趣 你就带一个很幽默的人 去参加你的约会 懂吗 你知道 那个孙中心很会讲笑话 孙老师 我明天要跟我的 我喜欢的女孩子约会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为什么 你会讲笑话 你可以让场面座热闹一点 那除非我是你请的人 你知道吗 我是旁边的人 然后你表演完我就走的 我如果坐下来跟你在一块 一直讲笑话 万一他爱上我你怎么办 我们都困扰 所以你们就不要 请我去做这种事情 一样你的同学里面 那种爱讲笑话的 你千万不要把它跟你摆在一块 你这个在第一关就很难过去 不要说我没教你 自己不爱讲笑话 不太会讲笑话 不要勉强 你知道吗 你太勉强装出来的就是 很容易就看出来你是装出来的 第五 配偶经常会将幽默感 当成对方要娱乐 善待 了解跟可靠指标 这些都跟忠诚 或者承诺 committment有关 所以还是有人认为 这个讲笑话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 我太太当初看上我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我很幽默 所以以前她生气的时候 她还会说 现在没有了 说 你有义务要娱乐你太太 我想这是哪一条啊 有规定有义务娱乐太太 我想最近著名的娱乐界的离婚 没有一条是离婚的理由 因为她没有娱乐我 她既然身为演艺分子 演艺人员竟然没有娱乐太太 这个实在是一个罪过 没有人这样讲 那二百六十四页呢 接下来有人在研究 不同的文化跟幽默风格的问题 我们在这场课 有几个地方已经讲过幽默风格 在一开始的地方 有讲四种幽默风格 所以呢就有人研究 特别是研究管理的人 这种跨文化的公司 怎么去管理不同文化人在一起 怎么让这些人在一起 尤其是万一他们要讲笑话 有些笑话会不会出大问题 那他们就研究了 美国人跟阿拉伯人 这阿拉伯人是指埃及人 跟尼巴内人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 将人家就当成同一类人 那这个对于别人是不太一样 好那发现呢 他们要做的研究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 他们就先从一些文献上 发现阿拉伯人有几个特征 这些特征你听完以后 你看是不是阿拉伯人这样的而已 第一个大方好客 绿巨人也好客 不是吗 第二注重荣誉诚实很怕丢脸 你不觉得某一个地方的人 常常也认为这样吗 第三家庭至上 我跟你讲我们快变成阿拉伯人 讲完以后 你马上每个人一看 你就穿着一件白衣服 敬老尊贤 这人要是研究台湾或中国文化 这不是尴尬的吗 相互扶持不爱冒险 靠直觉决策 强调权威男性至上 沟通时强调情绪表达 日如吼叫夸大比喻生动的知情 这是阿拉伯文化特征 这跟我以前在到美国去交换教书 就台大跟歌大交换 社会系就派了我去教 我去教东亚文化与社会 我就念了一堆有关日本跟韩国的东西 交给韩语跟日语的美国学生 还有一些美国人 有着韩国跟日本经验的美国人 交着对比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对比很大 没有问题 后来英国要休假前半年回台湾来 我就教台湾学生一样的课程 台湾学生每次念完韩国跟日本都说 老师这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吗 那个差异当然跟美国比起来是差很大 跟我们比起来没有差太大 你看我们还不只跟阿拉伯人差多少 假如这是阿拉伯文化特征 我们大概只有一两个可能有点争议外 其他完全没有争议啊 犹太人你说这犹太人大概也有很多人相信啊 最妙的是好像犹太人跟中国人的差异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很多犹太人很喜欢中国人 包括中国菜 第二个 犹太人其实还有那意大利人 其实跟中国人差别也非常不大 他们有黑手党 我们有帮派传统 你光看这个差别就不太大 然后他们的总理也乱七八糟的 这个差别也不太大 这样会不会蠢害到台裔两国邦交这样 他们爱踢足球我们不爱 这稍微有差异 我们都爱吃披萨啊 不是吗 我们还有很多披萨口味是意大利没有的 而且意大利冰淇淋老师强力推荐啊 意大利冰淇淋不含脂肪啊 懂吗 你吃的那美国冰淇淋吃完肥死啊 意大利冰淇淋不会啊 你看我几个意大利胖子 Paparotti就是例外 对不起讲太快了 好那阿拉伯人除了文化特征之外 还有工作伦理 第一个 以古兰经当成形式准则 这点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 我们大概不会以古兰经 外行人叫做可兰经 他们自己翻译叫古兰经 第二呢契约神圣不毁约的 第三个重视工作地位 第四个工作不是人生的目的 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手段 第五个强调父权跟关系 你觉得有太大差别吗 除了古兰经那点之外 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中国人 或者中华文化的人 是以论语为形式的准则 是不是我真的有时候不太敢说 好那阿拉伯国家之间有异同 相同处都会相亦处 通常在地中海国家 还地中海地区了 所以阿拉伯那个拍电影叫 还太平洋 然后就搞了一个搞笑片 叫什么还大西洋 就没有还地中海 地中海真可以还的 你知道吗 叫地中海型气候 他们的地中海型饮食 最糟糕的东西叫地中海型贫血 各位要小心一点 完全没去过地中海 竟然有地中海型贫血 这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好阿拉伯虽然有二十多种方言 可以沟通无碍 这是阿拉伯的特征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 曾经在阿拉伯国家待过两年 所以对那国家实在是有很特殊的感情这样 在我很小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只是不会讲他们的话 没有去学 那相议处就是保守 财富跟教育是略为相议的地方 那贫富差距真的很大 在那时候就很大 很多还是像保留原物民族的传统 有时候有一个阿拉伯人 你就看到一个阿拉伯老头 你开车到稍微荒僻的一点地方 然后就守着一只羊 或带着一只驴子 那驴子跟羊都非常干瘪这样 然后荒凉的那个草雨 沙漠风吹过去就一个老头这样 然后风一吹过去那老头竟然就不见了 你也不知道被风吹走了 还是他就躲在哪里了 就那种奇怪的经验 那美国文化的特征相对于阿拉伯文化 基督宗教信仰为主 虽然美国也是宗教大熔炉了 到很多地方什么宗教都有 第二是非正式文化 这是人的跟人关系 美国人很喜欢叫人家说见面的人 你很礼貌的叫他什么什么先生 他会说你就叫我Michael就好了 或叫我Mike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文化 美国在这点上算是很特别的 别的国家你大概很难这样 可是在美国大学里面 像我在美国念书 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全世界有名的社会学家 叫Robert Merton 所有人都叫他Professor Merton 连美国学生 没有人叫他Hi Rob Hi Bob 没有人叫他Bob 就是他的朋友叫他Bob 我们所有的学生对他都毕恭毕敬 连美国学生都毕恭毕敬 看到的时候都还有点像鞠躬的样子 所以美国人也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没有文化 年轻老师那就不一样 我们的统计老师刚从哈佛毕业这样 那夜下永远是一坨黑湿湿的这样 难怪美国要卖那种喷的药水这样 然后大胡子 犹太人 然后第一次去找他谈事情 我就说Professor Schwartz 他说Don't call me Professor Schwartz Call me Joe 这样 我就觉得讲不出口 我老师叫他叫他Joe 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他说我老师叫他Joe 收垃圾的我叫他Joe 可以我叫我老师Joe 哇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冲击 看我们那种东方人不是只有我 我的韩国女同学也叫不出口啊 那叫不出口是那种很明显 不像你们现在啊 接受文化多了 你就可以这样随便 我没有觉得叫老师这种名字 都在台大都没叫过老师这种名字 然后你叫他这种名字 好痛苦这样 最后就吸一横就叫了 叫老师很高兴 好吧高兴分数会高一点 就叫了这样 其他老师还都是叫Professor谁谁谁 不是只有我们啊 真的啊 你注意美国学生 美国学生也都这样叫了 后来我们就跟着美国学生叫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叫他Michael You better not 为什么 Great 成绩会很差这样 因为有的我们同学也很势利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那一届没有出什么名人 很多人念了研究所最高成就就在那里了 就念研究所而已 你出来不一定会成不成就 我们的前几届上下几届 大概最有名的是一个学弟 现在UCLA教书我们这行 我们这行 在美国其他人都不见 当初在学校里面表现大概都不会很差 后来就不见了 所以人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 好那个非直接的竞争 美国人强调竞争 所以美国学校里面鼓励学生发言 然后学生也都抢着发言 大部分的美国同学 我们刚开始印象都觉得美国人很奇怪 书也没念 然后就爱讲话 然后讲的话有时候 书里面都有答案的他也爱讲 美国人就强调这 表示你有积极性 我那个Joe就最后 学习结束把我找去啊 说你的这学习成绩是多少分 B加 我说B加不错 那时候我最高分就B加 竟然是统计 真的很搞笑这样 花的时间最少 然后成绩竟然最好这样 我觉得真的很 他就说 我给你 本来你可以得A减的 他说因为呢 你几乎除了第一次以外 都没有再来找我聊过天 没有 你上课呢 都没有发问过 统计上课要发问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懂吗 你顶着举手说 May I go to the bathroom 你大概顶着 不然这太搞笑了嘛 怎么能这样讲呢 不然你要问统计 什么问题呢 那我就跟他沟通啦 他说我发现你们东方人好像都不太问问题 我说对啊 这样我们有问题我们就自己解决 有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笨 我就跟他这样讲 他说可是你现在在美国啦 你应该学习美国的学习方式啊 你不懂就要问啊 这样老师才知道你有学习的动机啊 老师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才能帮助你啊 讲的真的很感人你知道吗 我觉得将来我要写什么 最后几堂星期几的课的时候 星期二集有人写了 我就写星期三好了 就几堂星期三的课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段写进去啊 他真的对我不错啊 我的前两学期最高分就都是统计这样 可是他的统计呢 我都没告诉他说 我在大学已经学过一遍 我们最后也是交到多元回归 然后就结束了 好 那个竞争 美国人强调竞争 那我们东方人强调和谐 尽量不要跟人家抢 不要跟人家争 然后他们强调高成就 强调独立跟个人主义 我们强调发生关系 拉关系 一起做 爱问问题 美国人真的是超爱问问题这样 有时候听起来就像笨蛋 你知道吗 可是呢 他就是因为每个问题都敢问 所以他进步很快 这是我后来的感觉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大学大 美国的同学 因为他们大学部 大一大都不分析 所以他基本上 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你刚才看他土刀不行 你觉得这种国家 还能够把那个 人送往月球 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 老天没眼这样 这么笨的国家这样 那你刚开始看不起美国人 他每一步都做得很踏实 到他毕业的时候 他跟你的程度差不多 或者真的会胜过你 每一步走得很踏实 这也非常重要 我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美国精神 刚开始你不会觉得他很聪明 可到后来他每一步走得很踏实 这个文化不得了 我那时候上课呢 我们教师很小 那有一个纽泽西官员 教育部官员 教育局官员来上课 站第一排 把他的课本全部摊开 没有人敢做第一排 他也不让人家做第一排 那他是下午四点钟来上课的 他们请假 有一天就出了这音试分解的题目 我是第一次看不起美国人 但是我的错误也在这里 我们大概在台湾 没有人会对这个公式有任何疑义 对不对 不管那个在上面 这个在下面 那个美女的区官员就说 老师写完这个公式 那时候薛统基还要导公式的 老师非常dramatic What's happening 全班都觉得 难怪美国教育那么差这样 他到这一步他不懂这样 我们老师也没开口骂人啊 说他拼你这种程度 你还念疙瘩 去死了你 扑该 没有啊 老师非常温和啊 我觉得美国老师真的是 难怪赚那么多钱 真的是 他说你难道没学过吗 这个东西乘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乘这个东西 就这样这么 可以把他画一遍 就学过的东西 然后他就会了 全班多花了五分钟 他就会了 然后他以后就没问过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在台湾呢 常常全班呢 有些人还不懂 不敢问 所以有些人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他到后来成绩跟我一样 我是多念过一年的人 他只念过一遍 他的成绩就跟我一样 你不觉得这是美国人厉害的地方吗 他刚开始看起来像傻子啊 所以我后来后来非常非常佩服他 非常佩服他 你不懂你就问 然后你不懂你问了以后你就会 你就学到了 学到了你就进步了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走了 很多知识是这样的 我们在台湾就不是这样 然后强调准时 美国人对准时这些点 有时候也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到哎呀干嘛那么准时呢 早个五分钟晚个五分钟吗 我到现在为止 虽然在我的朋友里面 我算是蛮准时的 但是偶尔也是不准时的 可是我呢 不会对人家不准时 我就会觉得怎么样啊 所以我有先见之明 我从以前交女朋友到现在 我跟人家约地方 通常都约在书店 如果要在台大街面 我说台大成品一楼 你如果晚来我在那边看书嘛 我也没亏到什么 你如果早来了 对不对你看书嘛 对不对 对啊你约在书店啊 或者你约在咖啡厅 你就坐在那嘛 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我最近发现 跟人家约可以约在茶楼 因为那天跟人家约看电影 结果我找到了一个钟头 那我还说你怎么回来 他说你不是说12点吗 我说12点 电影一点的我们约12点 那我们还怎么吃饭 我们以前不都约11点 他说对啊 可是你上次跟我约12点啊 最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11点半就来了 然后呢 因为现在有捷运真的很快 然后我那时候在那边街上晃这样 在西门町一大早晃是不太好的事情 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 老人家是不是在干什么 奇怪是不是 你知道吗 以前有一阵子还有援助交际 要在5点钟放还一堆高中女生 那就是更不好的事情 懂吗 真的是 所以我就觉得约会这种事情 还有讲清楚很重要 我在香港就有人告诉我 你要约在中环 你要讲哪一个出口 那时候台北没有捷运 你说我们对于出口这件事情 不太有概念 既然在台北你也知道约哪个出口很重要 你要讲清楚出口 你说我们中环见 中环见你可能一辈子见不到 对不对 我在台大门口等你 台大有那么多门口 有一个最夸张的一个人 什么台大2号还是3号出口 那边不是有个小门进来吗 是不是是2号还是3号 3号 3号对好 他说他开学的时候呢 跟着一群人就从那里进来 他以为那是台大校门 我说真的 对啊大家都从那上来啊 然后他也就跟着上来啊 他就南部来的还是什么 他就说这学校校门好小 还这样弯弯曲曲的这样 他就知道那个3号那个地方 你哪天也走一下这样 或者你哪天耍人家一下这样 在新生训练的时候 来我们来走台大校门 甚至你可以在那边 弄一个假的台大校门 一定有人相信我告诉你 那是太好骗了你知道吗 好吧 我们就干脆不下课把它讲完 好那四种风格 266在这里 这个是Martin那些人编的 一个叫接纳型 自称型 自贬型 跟攻击型 接纳型呢 就利用笑话 或有趣的故事 来吸引别人 这种会比较外向 可以透过分享幽默 降低人际紧张 凝聚团结 当然可以展现你的善意 那自称型呢 通常是比较注意自己的状况 幽默的观点 来看世界 有比较高的自尊 重视情绪表达 比较不会神经紧张 但有时候也比较臭屁一点 那这个自贬型的呢 是为了取悦他人 过度拿自己开玩笑 有人的笑话 就会真的是太夸张 他们使用幽默 来掩饰有关自己的负面情绪 跟想法 这种风格 跟焦虑 忧郁 敌意 负面情绪有关 通常会造成心理问题 这当然又把它讲得更 极端一点了 那攻击型的幽默 就是过度看不起自己 会嘲笑 耻笑 要讽刺或焦虑别人 牺牲别人 牺牲别人抬高自己 跟神经紧张有关 比较不好相处 也不替别人着想 有人就这样 那这种人呢 通常会 我们中国话会说 比较刻薄的人 拿人家开玩笑 或是讽刺人家 把人家讲得体无完肤的这样 这种人 我见得很少 但是有人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有个朋友 就跟我说 我觉得你讲笑话太文和了 不像谁谁 他都很刻薄 好 那文化的像度 他发展那个概念 文化像度 有考虑到权力的距离 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 男性跟女性 跟不确定的回避 这个是文化像度 他参考了这几个东西 所以他从2003年开始研究 美国的样本是224个 埃及是94个 黎巴嫩105个 这些人的研究 都是研究大学生 大学生比较好研究 我是不做这种研究的人 不然的话 每一学期我开一次课 我每一年可以发表一篇paper 就拿你们这些学生 那我开课就可以无上限了 超过100人 我的样本就会比较大 你们要做的作业就是 我可以拿去发表的东西 那你觉得很难吗 我每年可以发表一篇 我只不这样做而已 好了我们就跳过 他的研究的过程 他研究结果发现 美国人使用较多的自贬型幽默跟自身型幽默 这是美国人 比较重视自我 比较是自我主义 美国人跟阿拉伯人 在使用接纳型幽默跟攻击型幽默的时候 没有差别 跟其他的有 就是一项一项来看 然后在同一个文化中 美国人跟阿拉伯跟美国的男人 又把性别加进来 比同一个文化中的女人 有更多的攻击性幽默 这跟一般的发现是一样的 撇开文化不谈 那个男人通常讲的幽默里面 攻击型的会比较多 第四呢 男人比女人更常使用幽默 是一种跨文化戒然的现象 所以这个男人一般来讲 比较幽默 跟文化的要求应该是有关系的 那跟这种男人女人先天的那些 那个什么生理上的那个 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关系的 没有找到这样的关联 可以这么说 那接下来也有人研究 那这个是东方学者 或者大陆或香港的学者 研究中国学生 那中国学生当然在相对于西方学生 或者其他国家学生 会被看为是一体的 那这个呢 在266月底下面 跟267月开始 他们研究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学生 大学生之间的有关幽默的差异 这有一个人我查了名字 应该叫岳小冬 岳小冬 这个好像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吧 还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查到这个名字 因为我看到的是英文文章 那他研究呢 香港以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337个大学生 其中香港城市理工大学 应该就是他任教的学校 有159位 男的80位 女的79位 平均年龄21.05岁 内蒙古师范大学 总共178位 平均年龄是20.18岁 选求普通心理学课程的学生 所以你选求普通心理学课 你通常都会被拿来做研究 那研究的时间没有特别说明 那文献回顾 那因为有一个人叫Bond 这个人就是James Bond 对不对 全世界最有名的Bond就是James 我常常看的电影 我都觉得每一集他一定要演 人家都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还有人不认识他嘛 已经快50年了 还有人不认识他嘛 对不对 我每次都觉得那种 那种人 电影里面的人都不看电影嘛 你都不知道他是James Bond 好 根据这个Bond的研究 这Bond是香港 好像是中文大学 还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叫Bond 中国人对幽默有着欣赏 跟排斥两种态度 前者来自道家传统 道家传统欣赏幽默 我们在课程一开始有讲过 庄子的幽默 那他因为强调人跟自然的和谐 机制跟和平的互动 后者来自儒家 我跟你讲 孔子的笑语幽默 我就要告诉你至少孔子 不是这样的人 后面的人就把孔子呢 或者儒家 越讲越严肃 所以呢 儒家就背上了这个恶名 好 这都是以讹传讹 你就干脆住在讹城里 让子弹飞就住在俄城里 不是吗 好 那这个我觉得是错误的前提 那这是一般的错误的印象 把幽默视为思想肤浅 跟社交上不正式有害于五轮的运行 好 那中国人对幽默的两难态度 展现在三个方面 重视幽默却认为自己不幽默 那是过去有研究的 第二个呢 幽不幽默和是不是中国人无关 中国人跟幽默不是走在一块儿 用英文讲 这不是中国人的特性 你听到中国人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中国人幽默 尤其在英文 他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叫inscrutable inscrutable Chinese 为什么啊 因为中国人喜怒不行于色啊 你不知道他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就像各位上课一样 有时候你看老师 你还会笑一下 你也不知道说你想到你女朋友了 你笑一下 还是你想到什么爽事 你笑一下这样 那有的同学就从那里不笑的啊 这叫不笑子弟 常常有同学不笑的 我有几年教书 就专门看了不笑的人 我的那个心中的目标 就等这些起舞 笑一次 笑你在地上打滚这样 没有完成过 是从来没有完成过 那不笑的人好厉害 是不是故意的上 我自己就不笑 怎样 出去外面 然后就跌倒在地上 也不愿意在教室里 所以幽不幽默跟中国人 与不否无关 没有人觉得这幽默很重要 然后幽默呢很重要 但不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这是他们过去的研究 好了 那他的研究 根据这些 研究香港 内蒙古啦 这样的人发现呢 参与者都觉得幽默很重要 但自己觉得自己不幽默 我看很多那个作业里面 有些同学也是这样讲 发现你访问的人 都不是幽默的人 但大家都会记得 要逼出一两个笑话 还是可以的 那自己呢就不是 第二呢 男同学认为自己比女同学幽默 虽然不是 但还是比较幽默 第三呢 幽默的十大特质 跟中国人格的十大最重要特质 大不相同 有趣了哈 所以这某种程度跟他上面讲的 那第二项是很有关键 幽默的十大特质是什么呢 他们有做研究 一个叫反应快 有想象力 有创造力 活泼 有弹性 观察敏锐 有信心 表达流畅 爱说话 明智 这是幽默的十大特质 那中国人格的十大特质呢 爱面子 保守 想成功 这跟前面都没关系 明智 严肃 有野心 虚心 观察敏锐 这可能有点关系 容忍 聪明 聪明有点关系 所以重叠很少 所以这是他们研究出来 然后香港大学生呢 认为幽默的十大人物排行榜 有一些我们都知道 周星驰 周星驰 黄梓华 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呢 詹瑞文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曾志伟 我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是我们的学生家长 林海峰 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以前有个下棋子叫林海峰 可是不是这个 郑中基 这我知道他是谁 豆豆先生 中国大学翻成憨豆穴 这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啊 森美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 吴君如 这我知道 我觉得吴君如真的很搞笑 真的 许冠文我也知道是谁 他们以前许家三兄弟这样 好 这是香港幽默人物十大排行榜 我觉得台湾都没有人做过 你认为台湾谁最幽默 这也值得一做 我大概可以上排行榜 因为这是你们的作业嘛 对不对 你不把我名字摆在上面 你试试看你 第十名也得摆在第十名嘛 对不对 那内蒙古大学生 谁是排行榜呢 赵本山 赵本山中国大学人会比较知道 因为他在那个央视春晚都会出现 他们把这个笑话的那个叫小品 他好像这两年没 今年没出现 前几年都有 你在网络上看到赵本山笑话全集 YouTube上还是什么土豆网或什么网 会有出现这样赵本山 他也拍了几部电影 卓别林 这是英 算英国明星吧 最近他的孙女拍一部电影 叫什么来着的 Dates 英国片 大概有八集还是什么 就约会 网络约会的电影 那个女主角之一 就是他的孙女 周别林的孙女 他有那个西班牙裔的传统 周星驰也是 那至于冯拱跟牛群是谁 我就不太清楚了 葛优 葛优搞笑吗 我就每次看到葛优 都觉得没那么搞笑 那个让子弹飞是有一点 李勇不知道是谁 马克吐温 中国大学人水准实在太高了 内蒙古同学 周恩来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这真的是离我们文化比较远一点 政治上的人物 范伟是谁 不知道 逗逗先生又出现了 哇 逗逗先生真的是 红遍 这个香港跟内蒙古 我顺便问一下 各位认为逗逗先生很好笑的 请举手 放下 我一直不太能够接受 逗逗先生的幽默这样 他弄什么 会把脚子塞到什么里面 然后拔不出来 我从小就很讨厌这种 就很笨拙很笨拙那个这样 他什么 逗逗先生出任务是吧 他不是坐飞机嘛 然后就怎么样 然后要射 射到自己那样 我觉得 Come on 快一点 快转吧这样 好吧 我有问题 好 接下来呢 也是一样 由这个岳小冬加上另外一位 叫张纣乔 我在网路上查了一下 他有一个网页 城市大学的教授 这时候岳小冬 是不是转到城市大学 还是他在城市理工大学 我就不知道了 那他们研究的是广州 香港跟澳门三地的中国大学生 以前是往北边 这边是往这个 稍微东边一点 跟稍微北边一点 那他也是用幽默风格的这四种 来研究中国人的幽默 那我们就可以跳到269页 那他又加上了这个乐观跟忧伤 distress 这个英文字不太好翻成中文 因为不太知道具体 是什么样的中文的意思 这是有时候是一个很通常的字 那他的解释乐观很容易 说能够达成意想中的 他叫个人效能 因为我不是学心理学的 这是我查到的东西 那他们里面写的 那忧伤呢通常是由压力 所造成的负面效果 通常包括忧郁跟焦虑 通常是在受到挫折后 引起过多或不足的反应 特别是过度要求下 能力不足的情况 会产生distress 不知怎么办 才发生忧伤 那发现什么呢 研究结果发现 幽默风格以及乐观 对于忧郁 焦虑跟烦恼的影响 没有发现三个城市大学生 有什么差异 意思就是说 三个城市大学生 对这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 没有发现差异 第二 攻击性幽默和自贬性幽默 对于忧伤有正面的影响 就是会增强忧伤 如果你跟一个同学讲个笑话 他刚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然后你刚好攻击到他的自卑的点上 他会很忧郁的 他觉得看 你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看你欺负我 甚至这种霸凌这样 不知道将来有没有人会研究 幽默霸凌这样 然后乐观呢 对于忧伤的有负面影响 就乐观会减少忧伤 这是很常识性的理解 他们也发现这点 整体而言呢 自身型的幽默对于忧伤有负面性的影响 就是会减少忧伤的意思 所以如果能讲笑话 提升自己的价值感 这个对他是有帮助的 第四呢 乐观或减缓忧伤 跟接纳性幽默不同 不用仰赖别人的回应 所以这是他们的研究 发现还是有一些差异在 虽然同为中国人 好 这是这两个研究 那接下来的另一种研究呢 是研究怕被笑 有这样的字 叫Gelotophobia Gelotophobia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 那有些人觉得 尤其别人对他的笑 都是对他的不满 所以造成他的自卑 那这几个人呢 就研究了从正向心理学的角度 正向心理学是大概近十几年 还是几十年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叫Positive Psychology 认为以前的心理学都研究 负面的东西 他们希望研究正面的东西 有的又叫做幸福的心理学 这样的话对人有更多正向的帮助 所以现在这种 尤其很多科普的读物 都会讲到这个正向心理学的东西 好 那他们呢 用三种生活取向来测量幸福 幸福我这边就翻了英文的happiness 就快乐的生活 或者叫享乐主义 第二个叫做生活的投入 life of engagement engagement 或engage 这非常难翻译 如果你是Star Trek迷 你就会知道那舰长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太空船要快动了 叫engage 然后船就出院 那叫engage 然后现在有人讲这种慈祭啦 像这种投入社会的宗教 叫engaged Buddhism 你不能说开动的佛教 不是 他就是入室的佛教 或者叫做人间净土佛教 所以是engage 然后订婚叫engage 然后订婚叫engage 你很投入一件事情叫engage 所以投入生活 跟叫flow experience 有一个名字非常难念的一个人 好像是捷克裔的一个 美国的心理学家 他发明了概念叫flow 他觉得人活得很顺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是flow 然后他写了两三本书 讲这flow这样 不知道怎么翻 中国大陆有人就翻成流 就是这个流 有水的流 或者流畅 那还有另外叫有意义的生活 这是幸福论 所以他们呢研究访问了744位的受访者 他们从自我报告中研究怕被笑 生活满意度跟幸福度三样之间的关系 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就是中国奥地利跟瑞士 奥地利跟瑞士比较近跟中国比较远 三个国家怕被笑跟生活满意度成负相关 生活越满意的人越不怕被笑 应该这样讲 那越怕被笑的人生活满意度就会低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了 然后第二个发现的是怕被笑也跟生活投入程度 就流经验成负相关 在中国怕被笑跟低度快乐生活跟意义相关 怕被人家笑啊觉得没面子啊 通常都是你在社会上不被人家重视 或你处于一个比较卑下的地位 第五呢整体而言怕被笑的人都不追求 这三种幸福的方式 这是正下心理学可以发挥作用之处 三种生活方式就前面讲了 快乐的生活 投入的生活 跟有意义的生活 怕被笑的人都不会这样 这到底是因还是果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值得再进一步去注意的 那这就是有关 笑或幽默 跟这个 跟这个 笑或幽默跟文化的关系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 好 就先讲到这 好 词